好 子凌, 你把藍令帶在身邊 你去哪兒吧 時候不早了, 我想我也要走了 你急著去找你師飛圈, 我很生氣的 不過這樣, 你肯給我們機會開始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無論以後如何, 我也不會再有遺憾 因為我曾經擁有過 智玲 飛圈, 為甚麼你這麼晚 是不是在路上出現了甚麼問題 不是, 可能我身體還沒復原好 那我走走休息一下, 那就遲了 都是我不好 我應該陪你一起上路 不應該去看彎彎的 你別這麼說, 我現在就回來了 總之我答應你 我以後也不會離開你 那你是不是想我第一次站在這裡 我再進去跟師父報平安 你竟然下發邪王冰封自己 以苦陷的方法來淨化魔宮 這樣做雖然勇氣可家 實在太危險了 師侄姐姐 如果不是徐少俠及時發現你 你最驚動死在雪山 這樣的話, 就真是大件事了 阿彌陀佛 師父 師叔弟弟 這次要你們擔心, 很對不起 你能夠平安回來後就安心了 謝謝你, 徐少俠 師父, 前輩, 千萬別這麼說 如果飛映出了甚麼事 我也覺得不安心 你以後不要再做什麼事了, 知道嗎 其實這次雪山的經歷 我也不是一無所獲的 最少在我接近離流的清明警戒裡 我想通了一件事 就算我是邪王的女兒 我體內有邪弟射利的魔宮 我也會面對 因為我相信 善念是可以戰勝一切 好, 你肯經歷這段試練 提升自己的意志來修行 擺著邪王女兒身份的枷鎖 為師支持你 謝謝師父 但是以弟子的修行 始終還未完全淨化到體內的魔宮 有時我還會感覺到 一些焦躁不安的內飾 好像隨時會發出來一樣 其實經過這件事 為師更加相信 你身為慈祥靜齋繼承人 一定能夠戰勝魔城 我準備將掌門之位傳讓給你 你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知道嗎 謝謝師父對我的信任 我一定不會高負師父對我的期望 不過我現在只是用念力 壓制著魔城 始終不是自本的方法 師侄姐姐, 你的堅定意志 或者真的有一個人可以幫你 李空大師, 你是不是說真的 阿彌陀佛 出家人是不說謊的 小禎的師父一心大師 她道行高深 應該可以幫到師侄姐姐淨化魔宮 師弟, 一心大師 不是已經閉關 青心銅殿多年了嗎 是, 師父在青心銅殿已經閉關多年 青心銅殿是一個 將一切能量和聲音隔著的地方 所以到現在 還沒有人能夠跟他溝通傳話 我們怎麼可以接觸到 一心大師呢 我們已經立心決意 再加上我們幾個人的功力 可以用意念相傳 跟殿內的師父溝通 以我們的耐力加念力 可能能夠呼喚一心大師 我們不妨一試 我們大家要心意合一 用念力運功傳音 希望能夠呼喚一心大師出關 幫助飛軒剩下體內的魔宮 有人心中有雜念 子靈, 集中精神 對不起 師父,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會吧 子靈, 你是不是有甚麼心事 令你無法集中精神 飛軒, 如果我有事不對你坦白 我心裡更加不安 是甚麼事 這是彎彎的隨身之物 是他給我的 如果你不想說 那就別再說了 子靈, 對不起 我不想說 我去找彎彎那晚 我跟他發生了關係 是 那晚彎彎受了傷 我想起他為我付出一切 我真不知道怎麼拒絕他 你是不是覺得很內疚 所以心裡沒有辦法平整 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對著彎彎有一種連色之情 可是我知道... 我知道心裡仍然是愛你的 所以我對著你, 我覺得很內疚 可是對著彎彎, 我沒有後悔 為甚麼 正如他所說 大家都認定他是一個妖女 沒有人對他付出的真情 無論他為我犧牲多少 我都沒有給他一次機會 就連一次機會都沒有給過 所以你就要跟他發生關係 他一剎那 他很傷心, 他很失望 他沒有要求過我跟他在一起 他只想我給他一次機會 他就甘心無後 我真的不忍心拒絕他 我找到他所愛的人接受他 當然是沒錯 子嶺, 感情一事 你也是信心意而為 不需要因為我而背負著包袱 飛緣, 你不怪我嗎 我不想牽涉在感情瓜葛當中 你自己愛誰, 認識誰 只要忠於你自己的感覺 我不想成為你感情的包袱 飛緣, 你相信我 我最後的人依然是你 潮陽靜齊姓女 只是一個江湖稱號 我始終是一個犯人, 不是姓人 我不知道你還會不會和彎彎 不會, 一定不會 我讓你女生無後 一定會讓我心平靜 沒有, 一定會讓我明白 我選擇自己的服務 好, 不會 我選擇我, 讓我選擇我 我選擇我、 讓你選擇我